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各位 的确是复杂了点 但是 我跟莎莎是真心相爱的 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够啦 你们俩别那么恶心 先等等等一等 王先生那边怎么办呢 是啊 他叫我们暗中查你 万一让他知道你变了心 会拿我们开刀呢 完了 他一定会开除我们了 不过我怀了孕不怕 不对啊 阿月很危险呢 说不定连公积金都没了 要是他找杀手 杀了我们全家怎么办呢 我怕他不会 画画我的脸啊 不会的 王上他不是那种人吗 是啊 王上他是一个正经人 不会做出这种歪门邪道的事 你们不用怕 他有心脏病 这么大的刺激呢 他一定受不了 白白的 怎么会伤害你们呢 那我们就变成杀人凶手了 哎呀 完了 我两个儿子 岂不是要坐牢了 哎呀 我嘴唇这么丰厚 进了监狱 一定会被那些人抢着亲呢 哎呀 我不想在里面派女子监狱风云呢 不要啊 所以呢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的 哎呀 这样逃避不是方法 难道你们想一辈子躲着王上啊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嗯 有啊 是吧 说来听听 干脆自首 自首 不错 与其让他揭发 不如早一点告诉他 那就好像犯了案一样嘛 在警察没抓你之前呢 你就自首 那个法官呢 一定会从轻发落的 但是他的心脏复合不了啊 我知道 我们首先要调养好他的身体 强化他的心脏 等到他能受刺激的时候 再告诉他 那怎么样 那就是 暂时啊 先不要告诉他 哦 哦 就这样 就这样 十一哥 火腿通行反正 哦 谢谢 喂 满哥 我今天不用上班 反正有时间 干脆去看电影 跟着吃火锅 好啊小芬 不过你最近火气大 不要吃火锅 吃素菜 清淡点 你 满哥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来 那就这么说了 七点钟 电影院门口见 嗯 好了 喂 丫头啊 你自己好自为之 出了风筝 还敢到处跑 哎 哎 你跟孩子交叉感染到不要紧 就怕呢 你传染给其他人 哎 还有啊 不小心呢 让王医生知道了 哇 一定活活把他气死 到时候淋累邻居就不好了 可不是 你 你做的也太过犯了 你知不知道啊 喂 你们打的是什么电话 可不是吗 喂 没开电话也能打吗 哎 真是 哎 真是 呃 满哥 算了 下次再说 拜拜了 小芬 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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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身体不好 容易忧郁 是妈可告诉我 哦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我就买了这个 一级的血液 还有 哇 极品的人参 给你补身子 调理身体啊 嗯 其实用不着了 哎 应该的 我应该这么做 王先生 你这个人真细心呢 是啊 是啊 还有啊 那我还买了两张 爱得你发狂的手影戏票 还有红岛酒店的二人浪漫晚餐餐阙 我们一起去浪漫一下啊 啊 舒缓一下你的紧张情绪 啊 嗯 你你不喜欢啊 啊 啊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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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你怎么了 我 我心脏有点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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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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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去啊 哎呀那太好了 那我们 哎呀对不起啊 喂啊 Kitty 什么 一定要看见我才肯签哪 哎呀 哎呀 这么烦哪 你你 好好好 你给我订机票吧 啊 莎莎 真是对不起啊 上海那客人 她说一定要看见我 才跟我签那份合同 还要我立刻去那里 哎呀你别这样了 生意重要快去了 不是 但是这些西表还要餐去 哎呀你放心吧 大嫂会跟我玩得很开心的 哎你你你快点走啊 哎快点走啊 不是莎莎你听我说啊 你要保住身体啊 哎知道了你快点走飞机不等人啊 哎 哎哎 哎小方呀 我们可以上街了 太好了 姑姑终于有机会跟十一哥上街了 哎 真替他们俩难受啊 怕让王先生知道 上街也要偷偷摸摸 其实真难为他们两个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四哥 其实这种鬼鬼祟祟 偷又偷不着 摸也摸不到的感觉 这才是偷情最过瘾的境界呢 哈哈 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 他们男为婚女为嫁 莎莎有权选择 怎么是偷情呢 那他们两个现在算什么 呃 就是朋友 还是最纯情的朋友啊 是什么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莎莎有一个星期 很开心呢 那可不是啊 哇 上海那个客人特别烦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烦的 王先生让他这次去啊 起码让他缠个十天八天都回不来了 哇 那姑姑这回要玩个够了 现在已经夜深了 踏入了成人时段 不知道水哥跟莎莎 会不会已经开始了 哈哈 又说这些了 十一哥没你这么下流真是 哎 十一哥送莎莎回来了 哎 我去开门 啊 你们回来了 嗨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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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来骚扰你们 不要紧不要紧 王先生 你不是在上海吗 本来是 但是那客人无缘无故自己到香港来了 还亲自跟我谈 还特别的痛快立刻签了合同 那我就来找莎莎了 对了莎莎呢 去失业了 那你们说什么 啊 是这样的 他本来睡觉了 但是睡不着 他就跟着呢 就起床去洗个澡 可是突然想起来 原来要去喝洗酒 啊 可是后来又发现呢 是记错了日子 就赶了去看电影了 啊啊啊啊啊 跟着他就去吃饭宵夜喝酒 应该没这么早回来 是 怎么这样啊 王先生 你先回家吧 不不不不不 这种情况呢 一定是莎莎她思念 我觉得太寂寞了 所以呢 我要等她回来 啊 喂 打电话给莎莎 打电话给她 好好好 这门外有电话声啊 你们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啊 莎莎你回来啦 咱们手牵着手你们 我们 哎呀一定是 刚才坐电梯的时候 碰到了胶水 所以手沾在一起了 啊 是是是 楼下三楼那个小明呢 可淘气了 常常把胶水涂在电梯上 是啊 上次呢我跟阿月下班回家 也是这样 像连体鹰一样分不开啊 哎呀 这种胶水很强力的 很难才能分开的 上次闹的王 手毛沾腿毛 腿毛沾毛巾呢 是啊 不得怎么办 我们进来想办法 想办法啊 啊 看上去真的沾得很紧啊 哎呀这样吧 你们快去医院 让医生把你们分开 去去去去去 要分开他们不用去医院 我有办法 啊 啊 冰水 是啊 不是啊 我记得看争所的节目 他说呢 冷冻的可以凝固浇水的黏液 能达到分解的效果 哇哇 但是这个水很冰啊 哦 那没办法啊 你们是不是想这么沾着 不想分开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谁想跟它沾在一起啊 那就泡啊 泡下去 哦 哇 很冷啊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要泡进去 泡进去 来帮忙帮忙 按着他 来帮忙啊 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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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冷冻过程呢 至少都要泡五分钟 我给你们计时啊 还有五分钟 是啊 这还不算啊 冷冻完了之后呢 还要拿一壶开水 就这么冲下去 那一冷一热 互相冲撞呢 那些胶自然分解 那就能分开了 哦 哎 师傅啊 厨房的水开了 麻烦你拿出来 啊 哇 哎呀 没事 没事了 这么快就分开了 是啊 怎么这么快就分开了 啊 啊 一定是小明用的那瓶浇水 是过期的啊 过期的 过期的 是是是 没事了 没有烫了 随便吧 分开就好了 没事 哎呀 哎呀 你没事吧 哎呀 再这么下去 她没气死 早晚让她玩死 嗯 哎 既然保险的方法都不行 啊 我们用进取的方法 什么方法 呃 大家一起想啊 哎 啊 此过不是这 你先给我几万块钱 让我去那个 大富贵夜总会 找几个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的美女来色悠她 保证她一定中招 便宜你 哎呀 你别费劲了 自从王先生啊 跟姑姑拍拖之后啊 那些什么超级名模 超级美女 连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在她脑子里啊 只想着姑姑 简直就像中了酱头一样 很难让她想别的女人 哎呀 这下真麻烦了 啊 我有办法 那 干脆学她 啊 洞主大亨剧本 这个剧集啊 现在大热 哼 跟她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个有钱人 给一个开饭店的女人的爱情故事 哦 我想起来了 不管她们那些年纪啊 阶级啊 身份都很悬殊啊 嗯 那可真有点雷同咯 嗯 但是到最后 她们因为忍受不了世俗的冲击 黯然分手 结局是这么写的 啊 明白了 我们干脆照这么办 让王上看了之后呢 就感同身手 知难而退 不错了 我们先给王上打一个地 然后给她看 她就会更入气了 好 就这么办 耶 好 好 我要 莎莎 你今天好像不是很开心似的 哦 没有 呃 是不是那个大虾鹅干套餐不好吃啊 不是 或者是那瓶82年的红酒不好喝啊 也不是 哦 不是 不是那就好了 其实我们在一起也有一段日子了啊 是啊 那怎么样 莎莎 其实 在我心里有件事 也应该是时候跟你说了 难道他还向我求婚 莎莎 我想跟你 哎呀呀 停车 停车 怎么了 喂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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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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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的 莎莎的 莎莎又把吃的全吐出来了 啊 不用问了 要是原封独立包装吐出来了 你们全都知道 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病啊 王先生 这种病怎么看也没有用的 还说呢 这全是你不好啊 这关我是 哎呀王先生 事到如今呢 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其实莎莎跟你在一起很难受啊 不会吧 是真的 你们两个不论在年龄身份 甚至在阶级上都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我完全不介意这一点 我还很迁就他 哼 是他迁就你才对啊 啊 那 你看看 呕吐袋 嗯 其实姑姑呢 她是丫鬟命 她每次跟你出去吃完好东西回来 就吐上好几口袋啊 不止啊 这个呢 是特效防敏感药膏 她每次跟你上街回来呢 就拿着她擦个没完没了的 因为啊 她身上会出那些金钱般 很恐怖的 嗯 哇 原来莎莎跟我在一起 真这么难受啊 嗯 所以说呢 人生有些事呢 真的不可以勉强啊 哎 就像那出剧集 动赌大亨一样嘛 姑姑呢 就经常说她像那个女主角 而你呢 就像那个男主角 是啊 真的 哎呀 她看得很头弱 还一边看一边哭 用了很多卫生纸 纸巾呢 全都用了 弄都上厕所 差点用手当卫生纸 哇 这么严重 姑姑还说 希望结局就像那个女主角一样 哎 对了对了 那这个剧集 明天演大结局 王先生 你不如看看 说不定对你会有启示 嗯 我一定要看 是啊 王先生 是啊是啊 你在家里看电视啊 哦 你千万注意剧情啊 好啦 拜拜 怎么样 她真在看 还目不转睛的看呢 嗯 幸亏我的爱因斯坦呢 暗中把她的约会全退了 她才有机会在家里看电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结局 嗯 这回莎莎一定可以甩掉王上了 嗯 如果真的话 那这样就还月了哦 哎 广告播完了 还有一节 是啊 啊 老爷啊 珊珊小姐来了 珊珊 考虑得怎么样了 厉哥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一个饭店的女工 而你就是黄浦摊制衣业的巨子 我们的身份实在太悬殊了 但是我不介意啊 老爷 你是不介意啊 但是珊珊小姐呢 为你迁就得很难受啊 你带她吃好东西呢 她就吐了 你带她去跑马天 法足界那么高级的地方呢 她的皮肤敏感一直在挠 原来我爱你 反而害了你啊 既然这样 爱一个人 是不应该让她生活在痛苦之中的 珊珊 我们分手吧 李哥 那再见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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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我可以放弃我的一切 跟你一起生活 大家都是草根 那就行了 李哥 你给我太好了 我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是啊不可能的 你们看看 是啊 剧情简介明明写是他们分手的 是啊 剧情播完了 满哥 是吧 怎么结局不是说他们分手了吗 哎呀 他们用另一个版本播出的 另一个版本 什么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 康剑智啊 喜欢弄一些怪招来刺激收拾 他偷偷的拍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让你们猜不着吗 哎呀 这会儿真让他害死了 什么事啊 喂 王上啊 你 你看完了 你 你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就来找我啊 喂呀 喂 哎呀 擦了擦了 这又不寻理出电视剧了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呢 莎莎不用怕 我 我跟你马上走 走 我怕不动了 我也是 哎呀 那我们现在要到哪儿 哎呀 别管了 哎 有路 有路就跑 好 哎 莎莎 哎 她莎来了 怎么办 你先走 我引开她 走 走 抓到我一毛钱给你买红枣 走 走 哎 还甩不掉你 不对 王上的目标不是我啊 笨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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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会追我呢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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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要跑了 你 你 你想怎么样啊 我今天怎么也要跟你说清楚 难道你真的想 莎莎 求你答应吧 不要答应她 神医哥 是你 是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她不会喜欢你的 她爱的是我 我也很爱她 原来 原来你们俩 快快快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莎莎 莎莎 王上怎么样 我 我不知道 医生长在看呢 她受了这么大的刺激 一定受不了了 完了 那要不要叫周姨回来 见她最后一面啊 好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找律师 我们送她最后一程嘛 起码也分给我们一半财产 到现在还说这种话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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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怎么样啊 你们进去看看她吧 惨了 不会瞻仰仪容吧 走走走 快走走 כול妈先生 公公先生 你们全都来看我 是啊 莎莎 你坦白跟我说 你跟她是不是真心相爱 不要说真话 是不是啊 你们真心心 这太好了 回方管兆 你不是有心脏病吗 大吉大利 我哪有心脏病 那你气得晕倒了 是这样 我没吃饭 还追你那么远 喘气也喘晕了嘛 Roger 你没事吧 傻瓜 我怎么有事呢 你吓死我了 别害怕别害怕 走走走 你们两个 本来呢 我是好看她 但是上一次见面之后呢 我们又旧情复燃了 我真的不可爱吗 是是 我们一见就爱 再见再爱嘛 是是 那你又向我求婚 没 我没向她求婚 我是 我是想跟你说分手的话 分手 是 因为我们的确有点不合适 我就想要跟你说清楚 可是你就一直处 弄得我根本没机会说 那你买花买戒指干什么 那些东西啊 是送给你 求你原谅我 答应跟我分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还以为你看完那出 洞主大亨呢 就像那个剧集那样 像莎莎 那剧集啊 真是不知所谓 我看了一会儿呢 就不看了 哪会学她呢 好了 莎莎 我们俩以后可以 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嗯 莎莎 好冷啊 你的手掉了 你手掉了 对对对 好冷啊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来来来来 大爷你是不是想害我们 出不了声了 你们两个 哦 是这样 本来呢 我是真的 笨的就是那个电话 响了 哼哼哼响啊 在哪里啊 王上不是那种人哪 那倒是 王上不是那种正经人 你怎么知道的